花莲县政府有机农业促进首案办公室 18号的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办了 有机蔬菜智慧栽培与利用的课程 邀请到国立宜兰大学生物资源院副院长乌佳琪博士 介绍有机农业来让大家认识有机蔬菜的价值和利用 如何引入智慧科技协助栽培管理 有机农业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和除草剂 为人们食品安全带来的保障 但是从传统惯性农业转型有机农业 存在许多知识和迷思 时报下午花莲县政府并且在县府大礼堂办理 有机农业智慧农业讲堂分享生活 邀请了国立宜兰大学生物资料学院副院长 乌佳琪博士介绍有机农业来分享给大家 可以一起来脑力激荡来思考一下 在有机蔬菜的部分随着我们现在时代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做法 然后把所谓的智慧农业 那可能大家也觉得 哇那个好像非常高深 我要花很多钱 那我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思考 从一个栽培者的角度 我们来看智慧农业的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可以把智慧农业引入到有机农业里面 那让这个农业上面一直是往前发展的 现在学说表示 有机蔬食不只带来营养生理层次 更能够可以满足心理层面 台湾有机农业快速成长 也代表了消费者更重视食物与身体健康环境的关系 化流作为全台有机农业面积首要城市 欢迎大家走访居住 让大家一起感受到身心灵的富足与安全 记得去永远华丑老